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日本新上任的首相菅义伟 在9月25号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 这个主要是一个礼仪性的通话 因为菅义伟他作为新领导人上台之后 要跟周边的国家打个招呼 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菅义伟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前 他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 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些人都通过电话了 这种打招呼礼仪性的通话 当然也不会讨论太多外交问题 所以人们对菅义伟和习近平这次的通话 也没有多少期待 不过有一件事情还是让人们感到比较意外的 这一次双方居然没有谈到习近平作为国兵 正式访问日本的日程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如果避开不谈的话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呢 在去年习近平参加日本大晚举行的G20峰会时候 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习近平就发出了访问日本的邀请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习近平的访日计划被推迟了 那么这一次菅义伟作为新的日本领导人 他上任之后就应该对过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遗留下来的外交问题要做一个交代 那么去年是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习近平发出访问日本的邀请 我们现在首相换人了 换成菅义伟了 那过去安倍晋三对习近平的邀请还算不算输了呢 或者说是不是菅义伟又要重新邀请习近平呢 这些都是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所以菅义伟在这次电话中他和习近平通话时候应该对习近平有一个交代 可是这次菅义伟他在通话之后对记者说 他和习近平在电话交谈当中并没有谈到关于习近平的访日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感到这个菅义伟的表态是比较意外的 因为他不单单表示出日本的新领导人对习近平态度冷淡 也反映出现在日本的政界对习近平有相当负面的看法 现在日本政界有不少人反对日本在这个时候 接受习近平来访日本 他们认为习近平对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负有责任 日本不应该这个时候呢 作为贵宾来迎接招待习近平 在菅义伟和习近平通话之前呢 日本自民党的保守派团体 叫做保守团阶之会 他的负责人事实陈章啊 他就向首相官邸递交了一份决议书 要求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兵来访日的这个事情 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呢 这一次菅义伟和习近平还谈到了关于香港问题 钓鱼岛问题这些敏感的话题 但是北京媒体对这些事情是完全不报道 北京官媒报道这一次习近平和菅义伟通电话 他没有提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更没有提到双方 这次没有提到习近平的访日的日程问题 北京的官媒是用文学性的语言来报道这一次中日领导人通话 他说呢 三个关键词读懂中日领导人通话中蕴含生意 北京新华社关于习近平和菅义伟通话的这个报道的通稿这样说 习近平强调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 同为亚洲和世界中央国家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泛合作空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近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保持向好势头 中方愿同日本新政府一道 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和精神 妥占处理历史等重大敏感问题 不断增加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我愿同意共同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新发展 由此可见 北京万媒报道的习近平说的话 都是一些大话空话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那么我们转回来说今天的正题 根据万媒报道 印度正式通知北京解放军 就是他们在中印边境已经有了开火的条件 就是意味着印度通知北京 说我们已经是不保证不开第一箱的 在双方对峙时候 谁要是先宣布说我可能要开第一枪 那就谁就是底气足啊 就是谁占优势嘛 那么这次印度表现他们底气很足 他们就通告北京 中印边境的印度士兵已经不保证 不会不开第一枪 必要时候他们可以首先开枪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印度方面告知北京说 他们已经向边境前线哨所的部队下达明确的指示 若印度士兵面临解放军试图攻占他们的哨所 或者是解放军使用棍棒 这些冷兵器大规模袭击的话 他们可以开枪射击 而且印度官员还提到 在9月21号双方的会谈当中 北京方面首先承认 就是说他们在上一次的冲突中 解放军至少有五个人伤亡 包括一个解放军的营长 不过这位印度官员还说 解放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要高出好几倍 那么北京官媒对这次印度强硬的宣布说 他们不保证不开地枪也是做了报道 北京官媒报道说 说印度高官叫嚣 假如解放军靠近 印军就开火 这名印度官员说 在此之前开火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说了 假如你们靠近 我们就开火 北京面对印度这么强硬的所谓叫嚣 他们反而是不知所谓了 有点傻眼了 北京官媒就胡乱做解释 说是印度频繁的挑衅中国的深层动机 是为了迎合美国的对华战略 这就是北京想把印度反华的这个问题 也泼脏水泼到美国头上 说是美国人搞的 这就完全是对印度情况叫胡乱解释 因为印度它是奉行不结盟的政策的国家 印度并不和美国结盟 其实美国早就一直想拉到印度 它是想和印度友好 要把印度拉到美国阵阵一遍 但是印度一直没有上美国的战车 所以印度根本就不是要讨好美国的国家 它也没有必要去迎合美国 中国过去一直叫做非常忽视印度 而且很多中国人好像很小看印度人 认为印度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对中国不会构成什么威胁 其实印度的真正实力 要比中国人的估计要强很多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印度人 他们有大国心态 他们有雄心要挑战中国这个地区性的大国 世界的国家我们可以分两种 一种的国家叫做小国心态 他们是甘愿接受大国的领导 在老大的下面安分的 他们一个小兄弟 他们想成为挑战者 他们保平安就可以 第二种就是大国心态 他们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接受大国的领导 他们不会在老大的底下 当一个安分的小兄弟 一旦有机会的话 他们就想成为挑战者 他们想打败老大 想挑战老大的地位 如果用人来比喻的话 那小国心态呢 就是那种没有野心的人 大国心态就是那种有野心的人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面临两个地方 有可能发生冲突 第一个就是台湾海峡对面的台湾 第二个就是南部的邻国印度 台湾和印度这两个国家 明显就表现出来非常不同之处 就是台湾小国心态 印度是大国心态 台湾过去在蒋介石的时代 还宣传什么反攻大陆 光复大陆 现在台湾绝对没有这样的口号了 现在台湾人并没有想 打败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雄心壮志 台湾现在只要大陆的这些解放军 只要不来进攻台湾就行 他们就已经赶到这样就好了 就满意了 根本不会主动去挑战大陆的解放军 但印度完全不一样 印度人他是有打败解放军的雄心壮志 而且他们一直把打败中国 作为印度的一个梦想 现在中国很多的所谓强硬派小粉红 他们要挑战美国 只是要把打败美国作为他们的梦想 而印度也有这样的强硬派 他们印度的强硬派 他也是把打败中国作为他们的梦想 而且现在印度正好就是这样的强硬派掌权 他们要让印度崛起 那么印度打败中国的话 当然就成为印度强大崛起的象征 全世界就会对印度刮木相反 其实印度方面 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好几十年准备了 印度一直把中国当成是最主要的敌人 一直要在中国做打仗的准备 如果中印两国打仗 当然就是发生在中印边境地区 不可能搞一个全面战争 中印边境地区它就具有一个叫做高山高原的特点 所以印度一直在准备要在中印边境的高原地区和中国打仗 对此呢 印度专门组建了高原作战的部队叫做山地式 他们的各种武器装备都是进行的特别的改装 适合那个高原的气候 现在印度拥有12个山地式 20多万人 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原山地作战部队 印度组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原作战部队 他的加强敌就是中国 也就是说印度其实准备了好几十年 就是准备要在中印边境这些高原地区和中国去打一仗 可是呢 中国这些年来根本没有准备 只是准备和印度打一仗 可以说这次中印边境冲突 对于印度人来说 它是意料之中 中国人是意料之外 那对于印度人来说 这个中印边境冲突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 他们是意料之中 可是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 中印边境冲突是一个非常意外的 好像偶然事件 他们压着就没想到 中印边境会发生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 也可以说 这次边境冲突 印度是有准备的 中国是没准备的 所以在战争准备方面 首先中国就是措手不及 更重要的是 北京面对的台湾和印度 是两个性质 完全不同的对手 对付这个小国心态的台湾 北京还比较游刃有余 反正解放军如果主动开第一枪 台湾方面他也不会主动开第一枪 所以北京敢对台湾放话说 我们不保证不开第一枪 但是台湾他就不敢放话说 我们不保证不开第一枪了 根据台媒的报道 解放军战机最近频繁进入台湾的防控试别区 甚至还越过台海中线 台湾军方的官员就表示说 为了防止擦枪走火 引发战班 严禁台湾的飞行员开第一枪 否则就要移送法办 也就是说台湾方面 他是极力避免开第一枪来激怒北京 引发战事 这就是小国心态 但是印度军方表示 一旦解放军靠近印度的军队 印军就首先开枪 那如果解放军的战机 你敢随便飞到印度的防控试别区 或者是随便越过中印的控制中线 那印度早就开火 就把解放军的战机打下来了 所以印度根本不怕开第一枪激怒北京 印度不怕引发战事 就是大国心态 所以北京在对付台湾这样小国心态的时候 他们敢于耀武扬威不停的挑衅 但是遇到印度这样大国心态的人 他们就不敢搞这个耀武扬威的挑衅 可以说北京对印度真是害怕 这是北京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硬对手 中国的周边国家除了印度之外都是小国嘛 虽然有两个大国俄罗斯和日本 但是俄罗斯和日本也都没有想要和北京打仗这个心态或者意愿 所以呢北京并没有感到这样的军事压力 这次印度是第一次让北京感到中国周边有一个国家要崛起了 这个崛起的大国给中国带来第一次他们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军事压力 有人说印度军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那这个问题我们暂不讨论 而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北京就是处于完全被动的下风 这就是国内的政治稳定 中国有一句政治名言 让外必先安内 就是说一个国家你要和外国打仗 首先要把自己内部的政治问题处理好处理掉 否则你贸然和外国打仗的话 自己国内的政治问题可能首先爆炸 那么在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 就是因为当时沙皇俄国政府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俄国政府军主要都派到波兰前线去和德国人打仗 所以在俄国本国的境内 他的军力很空虚 没有什么士兵了 所以这时候革命党十月革命暴斗一下成功 后来蒋介石当时他也就提出来说 抗日必先剿匪 让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就本想消灭掉中国国内的共产党之后 他再去抗日 但是后来蒋介石这个计划被打乱了 虽然说后来最后蒋介石抗日也算是成功了 但是他还是给丢掉政权了 这也就证明 让外必先安内这个政治名言还是有道理 那么现在北京如果面临要和英国打仗的话 他也必然会遇到让外必先安内这个难题 国内部分是北京最大的劣势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北京就要尽可能要避免和印度发生武装冲突 所以呢 北京在印度面就表现得特别的软 他们就怕印度不敢和印度讨 现在北京最担心最害怕最难处理的事情 就是在中印边境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这对于北京来说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